大家好,我是孫敏,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2萬5危危苦 加個問號 先講一下市的情況 今天市真的危危苦 低開後,全日反覆向下,跌幅超過500點 最後全日跌超過500點收市 跌543點,收入25281點 成交增加一點,843億 今天市跌這麼淒涼 本地經濟股領銜下跌 包括中銀香港跌4% 13年跌,真是恐怖 與此同時,旅遊相關 即使不在香港,澳門旅遊也受到影響 特別是豪賭股,自己的賭收已經是順預期 剛剛公佈數字 所以豪賭股今天下挫得比較強 其中銀魚跌超過6% 走勢就認真是醜樣的,穿了前行底 好,說回整個市形勢,今天的市就穿了 穿了之前的低位25397點 正在做25281點走勢就差 其實上星期節目提過 我估計是彈,彈完之後會再完 上星期三話 即是再次考驗 25397點,結果還穿了 現在穿了下去,走勢就差 看起來25000點真的有點危險 至少單從基本面來看,真的有點危險 值得和大家講一下,不同的基本因素 基本因素,分量方面,經濟和政治 先講政治,政治呢 今天其實都多消息 一方面就是阿根廷的情況,令市場很憂慮 因為一個中左翼的民粹主義的領袖 在總統初選裡面,擊敗了現任總統 而且領先的幅度去到十五點幾個百分點那麼多 即是大勝就現任總統 大家擔心在第二輪選舉 他真的可能會砌低的現任總統 到時就成為新的阿根廷的領袖 這樣的情況之下,大家就有點害怕 因為大家擔心他怎樣做呢 就會撤銷現在現任總統的經濟政策 包括什麼呢 就是去年和IMF,福祉國基會簽訂的貸款協議 以至可能會違約 因為其實阿根廷違約也不是第一次 內吳市也會違約一下 現在大家擔心他違約 事實上,看看CDS的數據顯示 現在他違約的風氣 已經由上星期五到49% 跳到七十幾個百分點 至七成二,這麼多 大家非常擔心去違約 在這種情況之下 阿根廷的披索率率先大幅下了三成 這個情況肯定對新興市場的形勢 和氣氛都是不利的 這就是阿根廷政局的情況 累了今天新興市場雞毛壓迫 包括港股在內 第二個政治因素也是講了很久 不是眼停剛剛發生 是講了很久的英國脫歐 因為根據最新公佈的英國民意調查 五成四的英國民眾支持約翰遜脫歐 有協議也好 沒有協議也好 都要脫歐了 希望為何這樣做呢 希望這樣做呢 可以消除不明朗因素 甚至乎即使為了他脫歐 暫停國會也沒有問題 因為國會曾經要脫歐 要阻止他或者阻撓他 讓他沒有那麼容易脫歐 特別是沒有協議的情況之下脫歐 現在民眾竟然說寧願暫停國會運作 都要順利脫歐才算 這個情況當然令整個英國的情況 令大家非常關注 特別是英鎊 價格繼續在低位掙扎 最新報多少呢 大家看到了1.2062 都是多年來的低位 走勢是非常疲弱的 這是第二個因素 因為畢竟與英國真的沒有協議脫歐 對英國以及對歐盟 甚至是全世界的衝擊有多大 大家暫時都未完全掌握得到 這是第二個因素 第三個因素 當然關政事方面就是香港 鄉形勢越來越亂 機場連續第二天要停飛航班 令香港的經濟股 剛才提過本地經濟股 普遍都跌到 中銀、香港、地產股等 航空股更是淒涼 國泰今日又跌了 令市走勢非常肉酸 除了經濟政治之外 經濟形勢也是一般 可能令2.5萬 危危負 原因就是近來出來的 各國的經濟數據都顯示 大家都是鬥弱的 好像最新推出的巴西 已經連續兩季出現 GDP 技術上陷入衰退 其實之前包括英國出的數據都是差 2012年以來 只接近7年來是最差的經濟數據 至於新加坡我們旁邊的 街坊 既然中入飛機 他出來的數據都是一般 以至新加坡政府大幅調整 在今年經濟增長預測 由之前估計有1.5至2.5 現在調到0至1 之壞的情況可能沒有增長 這樣的形勢之下 令資金非常擔憂 全球經濟陷入衰退 所以涌上去固定收益 債券那類的投資產品 所以債券基金今年上半年 落得大舉流入 接近5千億美元 去年同期接近1千5億 所謂的分別是多麼巨大呢 加上在這個情況下 債券本身都會受惠 所以十年期國債之息 不斷跌 芝士的債價不斷升 已經到1.64 1.64 大家估計 估計今個月 最遲下個月會跌穿1.32 即是三年前低位 所以稅印更加估計 會跌到1.25 真是顯示大家對經濟衰退的擔憂非常強烈 亦都是對港股的氣氛 是構成利淡的衝擊 情況之下 2萬5真的有點牙煙 恆生指數再試下去的機會是有的 只不過呢 好在呢 技術上呢 恆生指數 即使可能再試下去2萬5 甚至穿一穿 但是呢 出現短期反彈的機會呢 亦都會增加 那 原因兩個 第一個 就是RSI 14天的 已經跌到18 18.4 18.4 是極超賣的水平 極超賣 可能支持技術上出現的反彈 與此同時呢 它已經越來越接近 今年1月的前浪底支持 前浪底支持 2萬4千9百點左右 換言之呢 恆生指數2萬5 相信都有點危險 但是穿一穿 或者穿一穿 會不會有機會出現短線反彈呢 都會有可能性 特別是明天以至後天 到星期五就牙煙一點 通常這陣星期五 大家都不敢拿太多貨 因為怕星期六日又有工作 通常固減一些東西 所以未來這兩天 有機會出現短線反彈 但是2萬5 真的危附 可能見一見 甚至穿一穿 先有機會出現短線的反彈 即是所謂技術性超賣 之後出現的反彈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